沒有聊四季 天天週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獅西里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很久不見 這兩位職業的頂尖選手 又再次在天梯上遇到了 那Hera這次分數已經飆到了2800分 NBL則是來到2700分 分數也是一樣高的 那沒有意外的話 我覺得這次應該是NBL會贏了吧 我個人認為 西西里人是大於保加利亞這個文明 以這個西西里的綜合戰術性來說的話 比較能預測保加利亞人戰術 但保加利亞人又有強大的騎兵 馬凳科技 而且也可以打馬攻 流星錘步兵 或是協議雙手步兵 各種打法來說的話 我覺得西西里人可能是會有點 小小的優勢也說不定的 除非保加利亞人這邊 打這個協議雙手的劍柄 那就另當別論了 或是轉出大量的這個 馬攻喔 那這場比賽我是沒有看的喔 那我就只能先以開局性 來預測文明的優劣喔 我覺得NBL應該是 文明上來說是有優勢的 但Hera這個人 大家也知道嘛 他是非常頂級的玩家 甚至跟MIPER 這類玩家等級是差不多的 那雖然NBL也是喔 但他的後期喔 大家應該也是蠻知道的 就是他常常後期 在我們頻道 就輸掉比賽 因為我們頻道也是 常在拍後期影片的 所以這部分 我可以大膽預測NBL 是十拿久穩的 應該不是在讀奶吧 好 那我們就來看吧 那我也不知道這場比賽到底是怎樣 我覺得這兩個文明對決是蠻有趣的 就來撥撥看 好 那保加利亞人喔 稍微介紹一下 那這個文明也是蠻特別的 他有這個特殊的銀壘建築物可以用 那銀壘的話是有這個城堡血量 一半的一個建築物 那攻擊跟城堡差不多 而且也可以產生保加利亞奇兵喔 那我覺得保加利亞人 可以多散用自己的銀壘喔 去防守自己家裡跟進攻 都是非常適合的 但是他本身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只能靠這個自己強軍士喔 去打一些優勢回來 那保加利亞的兵工廠跟 工程器製造所 所升級的科技費用的食物消耗量 是減半的 所以造成說他前期喔 可以找一下 點下這個義工阿 或是義房 然後再去點品種 封建時代打一個大落馬 打出這個優勢啦 是蠻適合他的一個前期策略的選擇 那中期的話可以考慮出一些工程器 或是工兵騎兵都是可以的喔 那到了利用時代還是要打這個 馬登科技喔 或是步兵系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西西里 西西里的話他有點算是半 半農半軍事的文明喔 那會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 西西里的話農田的落量非常多 他是應該是農田最多的文明 這個落量最多的文明 那他每點一個農田科技喔 這個落量都會再加100多 所以我稍微這樣簡單記就好 實際數字的話 我覺得不用去記這麼詳細喔 就只要大概是加100多 所以到了後期喔 這個農田數量5.3級農的話 我記得好像大概四五百 六百那邊吧 快要到六百了 肉量非常的扯 一片田可以種這麼久 但他也就是種比較久 也沒有這個食物的採集效率的加成 那西西里的話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 騎兵路線跟步兵路線喔 那後期的話也可以轉一些工程器喔 那前幾天的影片喔 有這個 有我們那個高手 我忘記是誰 就是玩西西里人喔 轉出一堆投石車喔 隕石樹大隊 哇幹 重頭 然後 因為本身西西里有重頭啦 還有重衝 這兩個很關鍵的工程器的單位他都有 然後弩砲升級也可以 所以本身上西西里人後期打工器 工程器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覺得西西里人的話 那缺點來說他就是他沒有火炮 沒有火炮來說 對他來說是小小的一個硬傷喔 那西西里人的話 後期打鼠子甲騎士 或是打這個薩金特衛隊 或是打這個 橫樓寶隊啊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兩邊的一個 抉擇對戰吧 那這邊是早期挖金礦 有可能是要來打這個小弓喔 我覺得西西里人最近的一個順率喔都蠻高的 我發現越來越多人在玩西西里啊 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個 雲大的教學騙人關係啦 因為雲大最近也在開始經營這個Youtube 有群群的觀眾也可以去搜尋他的頻道 那他頻道最近都在教一些比較更專業的知識 那可能大家會學到更多東西 那他有在開這個教練課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西西里果上面爬分啊 或是學習到更深的一些知識基礎 我歡迎你可以去報名這個雲大的課程 相信大家會受益兩多 好那這兩隻裝甲步兵直接走進來 還有這個刺猴 但是這邊提起直接連反為死 這個可以再搜村一下 要不要搜一下 再搜一下 但這邊由於在控村民的關係 所以遊戲沒有控好 但刺猴應該可以收掉 這隻村民可以跑走 沒有問題 哇這邊裝甲步兵打得非常漂亮 喔不是不是我是說這個 這個誰這個叫誰這個叫誰 MBL打得非常漂亮喔 他這邊是一村都沒有死的喔 那村民血纏成這樣子 但是收掉對方了 兩隻裝甲步兵跟一隻刺猴 雖然自己刺猴也死了 但只好這一波裝甲步兵的騷擾 他算是應對的非常恰當的 完全沒有死我 看來是穩 我覺得穩 打裝了步兵 跟這樣人家硬打 還可以打成這種局面 相當不容易 那 保佳利亞這邊可能就會有點麻煩 前期東西你沒打到 這邊轉落馬 經濟會很傷 你一定要轉攻兵 這邊想三隻裝甲等於 六三 十八 一百八十肉 哇靠 一百八十肉等於多少肉馬 兩隻肉馬 對不對 然後現在又要再出肉馬 這邊想要抽這個殘血的村民 直接被維幕牆收穿 射死 掉死 所以這個肉量消耗量會非常大 但他這邊其實要轉肉馬也是可以啦 但我覺得轉起來可能優勢也沒這麼大 因為通常保佳利亞打羅馬前期很強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早早上兵工場 去點品種啊 或者是點這個一級攻 或一級防 讓對方村民互打 其實蠻痛的 那不顯這邊是打毛病 原因是因為這邊已經損失三隻裝甲 又看到對方下射箭場 所以你要出毛病來防守 而且這邊剛剛又看到對方有挖金 MBL這裡有挖金的關係 所以對方出攻變機率是偏大的 所以黑拉這邊有點算是預判對手出變 先做防守 然後再看後續要不要轉刺猴出來 果然是轉刺猴了 我們現在來稍微講一下兩方的地圖 這個地圖部分看起來 黑拉的地圖算是不錯的 但果子在前面有點難受 所以這邊可能會被騷擾的也比較嚴重一點點 那除此之外 他的地圖也沒什麼好抱怨了 三個大木頭 前面這個木頭 有點尷尬就是了 後面左邊有個木頭 木區有點偏遠就是了 但後方 左邊如果圍到後襲的話 這兩片木頭可以讓他挖得很久 算不錯 但前襲比較難受一點 這隻長長兵過去 這個是探查用的 工兵要往哪裡走 沒有 那來講一下MBL MBL果子區比較容易被騷擾 那確實裝甲不兵有打到一點東西 但是沒有騷擾到任何一隻村民 金礦在前面非常難受 如果要以打分數來比喻的話 這個分數應該只有30分吧 超爛那種 木區也只有兩塊 第二塊也是非常的稀薄 這裡只要插一個木球 基本上就是被判死刑了 非常慘 他還要到左邊這邊伐木 這個距離都離黑拉有點太近了 防水不太好防 可能連30分都沒有 20分10分都有 那黑拉的話應該至少還有40-50分 兩邊都是偏爛的 但黑拉好上很多 難道因為MBL 因為地形的關係輸掉了嗎 幹5摳0 這邊有可能會抓到蓋木牆的村民喔 這邊可以來得及走進去嗎 哇這邊走進去非常的賺 直接卡到對手 一村直接被射射 這裡一村應該是拿到了 但這裡毛病可能要稍微動一下 追一下殘血村民 但這三隻公兵抓到一村 鑽爛鑽爛了 但這裡沒有繼續走進去 欸 這裡有動 黑拉沒有拉到底 尷尬了尷尬了 但這邊壓力是蠻大 三隻赤猴 黑拉這邊可以考慮去補下一級攻 去增加一下赤猴傷害 三隻公兵可能要再拿到一村的殺敵術了 這個一村可能要再拿掉 再繼續往前走 直走就好了 不能再往下走 哇果然還是被追上 還是被射死了 這裡可以再拿一村 高達第一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收掉了三村 但MBL也被收掉了一村 但兩隻毛病過來拯救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下方這邊壓力越來越大 這邊還是被收掉一隻村民 在這裡 目前看起來MBL打法還算是比較OK 欸這裡有動 好險馬上補 村民反打一下 那由於地形太爛了 你看他圍成這樣子 墓區直接圍死 然後直接轉一些肉碼出來 好 那現在就對黑拉有點優勢囉 因為他被MBL被破出刺猴的情況下 然後他再去升攻防的話 優勢可以打到非常多 而且海浪MBL這邊投資了一級防 哇 這個賺爛了 如果這邊 黑拉這邊繼續再升個 騎兵的攻擊跟防禦 又可以跟對方打個一陣子 那這樣就非常賺了 好這個建塔還來不及的立得起來 有點尷尬 好這邊MBL在等這個防禦好 好想要來直接硬打一波 好這邊直接升好一防 但有沒有升一防 對毛兵其實來說沒什麼差 因為毛兵是二攻 那刺猴本身就二遠防 就算對方升一級射 也是射一滴 所以我覺得這邊其實投資一攻 是更好的選擇 但也有可能是 顧慮到對方刺猴比較多 之類的 也不確定 好這邊看到對方 可以拿出這麼多刺猴 可能覺得繼續守不住 那黑拉可能在想 對方可能在點這個城堡斯袋 但看到這些刺猴 他就還要安心了 馬上就補了一級攻 就要來打這個城堡大戰了 好這邊補下一級攻 一防可以考慮點或不點都可以 但我覺得現在點會比較好 對因為他這個點一防很便宜 不點其實有點虧 那這邊再存一點黃金 存到一百金 再點一下品種再開戰 更適合一點 好那MBL77這邊也是補下了一攻 你看這邊 寶珈利亞人就可以打出一點優勢 被迫兩邊都打一攻一防的話 寶珈利亞更便宜一點 好這邊抓到一村 哇這邊外面的村民直接被抓掉 這邊刺手想要繞 但是對方黑拉已經圍死了 這個地圖圍得非常大 但是至少 還是比MBL地圖好善很多 好結果優先點下品種的是MBL 那這邊刺猴要不要再補個一隻啊 補到八隻左右 好他只有一個馬就 那就差不多吧 品種一號直接硬上 好寶珈利亞黑拉這邊有點尷尬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趕快去補這個品種 他沒有黃金可以補 好現在一百金了 要去點嗎 品種要點嗎 看到這麼多兵 品種不點 直接高打第一 好這邊品種一號直接開扁 但對方有點高地優勢 但這邊刺手直接突破突圍 直接衝上了高地 這邊現在高打第一還蠻不錯的 現在繼續打不會太差 這邊做個包夾 直接先把這個毛病打到殘血 哇這一波是由MBL大獲全勝 但是支援量來說 MBL是有點落後的 但沒有關係喔 這波只能打回去的話 這些投資也不算是太大的一個問題 好那這邊MBL可以先斷兵 不出兵 然後專心農經濟 升到城堡時代 那黑拉這邊 則是要稍微思考 要不要去轉這個品種出來 但一定是要先點一下城堡時代之後再補 好那他遊戲做得很好 輪軸技術我先補 那這邊要不要先補一級農呢 還是要先補品種 但這邊補品種 現在血量已經掉的有點多了 好先補一級農 那MBL大概慢了約快要30秒時間喔 好深塵堡時代 黑拉這邊也補下了 品種 品種大概65滴血 這樣子他這樣血量有點慘 因為其實滿血的 給這個品種血量是比較多的感覺 我記得好像不會直接給20滴吧 還是其實會 有點忘記了 他是怎麼算的 看一下這5滴會變成25滴血 這個殘響好像不會補 對他是按照比例補的 對啊所以我還想說 血量少的時候補品種其實沒有很賺 就這個原因 所以你滿想去補品種的話 是馬上給20滴血 好 這邊過來 但是可以抓到後方的弓兵嗎 再次有長槍兵 前面刺頭去砍個一波 這邊MBL打到一點優勢 但殘血村民直接被收穿 還有幾隻殘血沒有繼續打 這裡繼續打會比較好 這個刺頭全部送光也沒關係 但是要收掉這些殘血村民是個重點 這裡還有一滴殘血村民 沒有看到嗎 3滴 這邊直接走進來 哇 這邊無視劍塔 但這隻3滴血村民直接回去 哇 MBL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刺頭加兵全部往內送 這波就是要拿去送的 不然要幹嘛 但是送之前也要盡可能跟對方換單位 或是賺一些村民會比較好 能拖多一點對方軍隊下水是最好的 好 那看來刺頭數量已經開始不夠了 抵抗對方的刺頭有點無力了 再收個一隻刺頭就差不多 5滴收掉 OK 好 MBL這邊打得算是不錯 村民術已經被明顯的拉開了 39打47 但CC這邊還沒點下輪走 大概約 差個2到3村吧 至少還贏大概6村左右吧 5到6村 所以目前是由MBL 拿下這個經濟優勢 好 城樓補下 在前方 好 騎兵升級加上跑速 但MBL這邊是打的是長槍兵開局 騎士應該是少量出 然後少量針對對方的這個單位而已 那這邊有看到修道院了 所以騎兵可能不能出太多 短點其實騎兵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 在螢幕區挖完 可能要考慮在這邊再開個TC 右邊開 因為他這邊需要的是木頭 黃金石頭那些 這邊可以再補一棟城堡 之後再來挖就好 那我覺得可以直接往外 去把這個木區給空下來 在這邊蓋TC會有點風險 因為你對手太近了 是直線距離的問題 螢幕被對方插城堡 或是頭側直接砸掉 這邊距離很近 好這邊騎士 不管TC 直接重建砍村民 OK黑亞這一波打得很好 這邊只要殺到兩三村 其實就不太虧 可以拿個一村 但這隻殘血的村民沒有看到 右邊村民繼續跑來跑去 那長長兵過來 再統合一下 殘血的村民活了下來 村民被拉近了一點點 只差距 大概差距大概十村左右 但黑亞這邊是沒有開TC 反而是打單TC強軍士 盡可能把兵往裡面送 能打到點四一點 MBL這邊轉出自己的修道院 這邊又找到一村 沒問題 前血兵加一攻 八滴血還是蠻痛的 這邊收村殘血 出來沒有回頭打 後面有騎士在追捕 二級防點下 華加利亞黑亞 這邊要不要補一天清奇兵 月沒有黃金 他要補清奇兵 OK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原因是因為 你玩C第五的時候 你注意的事情就是 你就算沒有錢出騎士 你要把盡可能把你的資源 轉換成軍事單位 虛根最反換 或者是該更多TC 把這個食物消耗掉會比較好 不然你食物放在那邊 是不會有任何鏟子 就好像你把錢放在銀行裡面 但是只會被通膨 把這個錢給吃掉的概念是一樣 其實打CD國 這個經濟觀念是可以 獲得比較好的一個學習的 這邊收村 可以收進去 這邊很善用自己的資源 新奇兵雖然感覺有點虧 但至少打村民還是很痛的 只要像這樣一直跑來跑去 看到落單的村民 你就可以再扁 然後又可以賺到一村 哇 你這個肉 換到村民就是賺 賺爛賺爛 這邊前面開TC就會有點麻煩 這個前面要守住 對方有出BK嗎 沒有 但生理大隊已經來了 好 上方直接撞入TC 但前面有 疑似在防守 好 清奇兵這邊有點送的感覺 這邊可能要直接招了嗎 好 但後方有騎士嗎 沒有騎士先補過來 看到騎士兩隻可能會被招走一隻 OK 很接受 第二波的招翔 還可以再繼續招 好 又招到一隻騎士 還不錯 兩隻騎士一隻長槍兵 但這邊老頭可能要全部送光 願意必有的長槍兵非常的巨量 哇 這場有點好看 這個很多細節都拉好拉滿 好 黃金樹補下之後 保加利亞黑亞就不太需要 要去安清奇兵了 現在就是全出騎士就好 雖然可能被招走的話會很虧 但至少現在 就是用強軍士跟對方會比較好 OK 被招到一隻騎士還是不虧 好 有招到就不虧 好 左邊清奇兵殺完 直接長槍兵回來防守 那MBL這邊3TC Cannon優勢還是非常大 村民術還是領先的 那 保加利亞果然還是要打一些強軍士 跟CC龍絕對是龍不贏他的 貝拉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他沒有很專心龍 反正是2TC開一下就去爆兵 好 但是他沒有像CC裡一樣的能力 沒有抵抗這個外傷害的感覺 所以還是被戳到有點痛 那MBL這邊直接殺進去有點魯莽的感覺 但是 好啦他這個就是想送 沒什麼好講 呵呵 他就是想送 反正想幫MBL講點什麼 但還是算了 這個就是送 送掉了 然後殘血 黑拉這邊做的很細節 殘血全部拉到後面 再來用這個勝率把這個血量拉回來 但目前 就算MBL送到這些兵也沒關係 反正他經濟就是好 有錢就是任性 好 那 黑拉這邊覺得 在這邊有點被打得誤開 而且現在有點被壓住的感覺 所以現在要趕快去挖石頭 所以這邊直接開了一個TC在石頭的區 現在我們要再開一個經濟區 那為什麼要開在石頭旁邊 是因為他利用自己贏了 開始做一個防守 既然硬的打不贏 就要轉成防守系的會比較好 現在出贏了插這個位置都很不錯 或是往前插 插這個高地啊到處插都可以 反正我贏壘就是便宜嘛對不對 多差一點 其實對他來說也不會太傷經濟 而且又有 屬赫 MBL這邊進攻的一個念頭 但是他應該也知道 對手 MBL應該也不會想要魯莽的繼續往前衝了 而是會先轉出一些經濟來 直接開下來5TC 那這裡就有個細節了 MBL這邊可以趕快在前面蓋一棟城堡 然後按下這個十字軍動針 再去點下攻防 這個城堡時代就可以點贏罐了 這個是吸引的一個細節打法 那就來看MBL會不會這樣打 因為通常你按下銀罐之後 十字軍動針 用這些兵可以拖到帝龍時代 是非常好用的 或是幫助自己轉出更多經濟來 好 這一波可以來有點小小反打回去 MBL的兵器雖然不併不夠多 我覺得這邊常用兵直接硬打就好了 不太必要去硬追後面的老頭 你看這兵在移動的關係 造成大量的常用兵在後面 鎖來鎖去 有點沒有打出這個DPS 就有點虧了 MBL這邊果然在前線補下一棟城堡 這裡還在補均印喔 對 前面還在補一些 因為他現在均印的產能其實不太夠 但是他其實可以用自己的城樓去按 這個城樓很方便 你看可以成這個長槍兵 好 保賈莉亞準備點下帝王子彈 但這邊點下去的話 村民是絕對是會大幅落後的 但他沒有辦法 你等一下再繼續嘗試喔 就去拼一下這個強軍師 試試看 軍師強推 用巨頭先給對方壓力 然後去挖多點石頭 或是用黃金買石頭 然後去修城堡 打出這個經濟差距 是比較常規的這種帝王子彈 逼迫對方破經濟的一個打法 好 好 那黑拉這邊還沒點下帝王子彈 這邊是不是少了什麼 建築物的關係喔 沒有城堡 沒有大學 還是工程器製造所的關係 所以剛剛不能點 好 這邊點下 廖王技術 稍微補一下視野 好 帝王子彈也好補下惡農 還有攻擊 哇 果然要打協議雙手 有劍兵了嗎 那待會應該會點一下這個 長劍兵的升級喔 好這邊一直打 後面直接招一下 長江兵也要招 這個要硬招長江兵 只要讓對方長江兵數量一少 讓對方長江兵打 招強過來的長江兵 其實就很賺了 只要能吸到點傷害 其實還是可以繼續大量輸出這些長江兵 所以正面來說應該不會太輸 但這樣對NB來說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這邊 換的是垃圾兵而已喔 不需要黃金 可以省下線黃金再來做一個對打 好 當然他這裡沒有點這個十字軍中針 我覺得有點小虧喔 剛剛那一坨兵 再加上十字軍中針的話一定是打得贏的 而且還有抗著想能力 非常好 這就是NBL有一些細節的時候 沒有做得非常好的原因喔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還是想要先點地獄世代喔 所以沒有去投資這個十字軍中針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先點十字軍中針 然後用那坨兵 先送過去一波 然後再去點地獄世代 雖然會被 上地獄世代會被拖的使用才是更晚一點 但至少那坨兵可能會給對方更大的壓力喔 甚至可以燒到一點村民喔 我的個人想法是這樣子 當然NBL分數比我高 所以他這樣做已經是對的 這是我個人的玩法而已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這邊西西里 NBL直接前壓城堡 這根堡能插起來的話 就相當關鍵了喔 那黑達是在上方蓋一棟城堡 如果城堡蓋巨型頭刺激怪拆的話 那勢必他要先把巨頭拉到家裡來 這個集體點要射好 不能直接在上面架起來 很容易被收掉 好看起來是沒問題了 好 黑亞這邊的地方是在移上 直接點出了雙手劍兵 好 但是這時候還沒有點下協議科技喔 但現在也不是點協議的時候啦 現在是要趕快去產這個巨型頭C 城堡一定是不能去點這個金罐的 好 謝謝你補下了疾病的升級 大家看到這麼多軍兵他應該他心裡有數了吧 MBL應該會知道 哇這有長劍兵 而且這邊也很明顯有兩隻長劍兵卡在裡面 好不是長劍兵是雙手劍兵 好最後已經看到了這邊卡住的 好軍兵頭C架起來 上方雙手劍兵做防守 好這邊開始升奴兵 那西西里是有奴兵的喔 但是他沒有母子魂 因為西西里本身是沒有火槍的文明 所以打步兵的話 只能用奴兵來打 會比較適合一點 OK保夾莉亞 黑拉這邊慢慢打出優勢來了 雖然存迷術還是稍微有點落後 但沒有關係 但130吋其實差不多了 好黑亞這邊沒辦法架巨銀頭司機 居然對方現在正面擊兵是打不贏雙手劍兵的 好這邊可能要直接硬砍修城堡村民 好這邊讓對方不能修 直接在城堡下面開打 這先擊兵可能會送掉 好但黑亞的用力只是讓對方不想收 修這個城堡 想趕快把這個區域給拿回來而已 變異是自己的門面了 這個門面不拿下來他會很難受 好出來村民再繼續修 好點下化學 然後再補一下這個奴兵的傷害 好強武點下 MBL這邊轉兵其實蠻及時的 我覺得應該是有很大的機率 是可以守下來的 那這邊可以有機會再補守推車 哇一講完就點了 哇大家都可以猜到對方MBL他們在想什麼了 這個影片看多了就會大概知道 高手們的思維了 好守推車補下 然後經濟會再更好一點 待會就直接打強奴力折現 然後配一點這個 那個叫什麼工程器 奴炮之類的 但我現在覺得打奴炮不是非常適合 因為對方是保加利亞 有這個 馬凳科技喔 騎兵非常強 記憶出肉馬也是非常好用 好這邊直接把這個修端給射掉 裡面的生物直接噴了出來 五個生物 那我覺得MBL這邊可以嘗試 硬打看看喔 如果能 用這個強奴把對方射回去 然後撿到對方五生物 是非常nice的一件事喔 好這邊直接三巨頭架起來嗎 不敢架 會怕 那其實還好西西林的火炮 其實不太需要這麼害怕 好那保加利亞可以要點下這個血液喔 攻擊力直接變成 超高的防禦力喔 1加8 近防9 你一個 擊兵10攻 打一下雙手劍兵只有1滴 好但是遇到強奴就沒者 有點沒有防禦力啊 但還好強奴沒有拇指環 射的有點偏慢 好西西林補下了鎖子甲跟重裝騎士 直接轉打重裝騎士 強奴重裝騎士 然後強奴 護射 非常好 好保加利亞這邊也轉出了化學 化學是要打什麼 我想一下 保加利亞化學 馬鍋嗎 不可能啊 人家要打這個強奴打馬弓 絕對是會射爛的 打這個工程器比較有可能吧 點個火炮之類的吧 保加利亞好像有火炮吧 冰箱中是有的 還是沒有啊 有些文明的科技 有沒有火炮這件事情 都要個別去記喔 相當累 這個也是沒火炮 因為保加利亞他的工程器製造所 科技就是減半喔 像偷子車的弩炮 還有重蟲 都是半價的 所以再給他火炮好像已經太強了 那兩邊都沒有火炮的情況下 其實 誰出奴炮跟頭死車就相當關鍵了 真點喔 中頭 保加利亞這邊轉出了中型頭死車升級 中頭打這個 工兵來說也就很強 一下就可以拍死這些奴兵了 非常的好用 那這裡就搭配一些 頭死車 然後配馬登 這個弱馬 去打這些工兵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如果遇到對方 轉出重裝騎士 鎖之甲 那就更難受了 剛好 NBL也打算要走這個路線 那但是 K打這邊打的還是很好 大弱馬也在升級 馬登技術也下 現在有攻速加成 而且三攻三防也好 這邊弱馬進去 要是能傷到NBL 有可能會逆轉喔 但正面戰場 有一些兵在稍微防守 但強弩的壓力還是很大 中頭終於升級好 走了過來 這低掉一個房子 有點卡 繼續往前 燈後放有城堡 偷車過來拍個一下 MBL這邊控的很好 直接往後手炸了一下 哎呀拍到了 但家裡有點被鬧到了 很多洛馬再繼續輸出 村民樹降到升130村 有點稍微落後了 黑啦 但稍微落後也沒有關係 家裡還是有疾病在防守 重點是這根城堡能不能守住呢 不能守住的話 不能守住的話 對MBL來說是 會有點危險的喔 因為這是他最後的希望 要趕快把對方的生物給搶回來 這邊重裝騎士 正面硬坦 效果還不錯 但要放了頭子車過來 直接砸了一發 有一些強弩直接被砸爛 哎呀 後面再來一佛 直接砸光 MBL這時候才意識到 對方已經出了中型頭子車 哇 這個支援 尷尬 下方那兩台出來沒有發現 他可能以為 會出現只有在正前方 殊不知 這裡喔 也已經有兩個BK了 好 那我覺得要再回頭 打這個重裝騎士 配疾病路線 會比較適合 現在 MBL MBL這邊奴兵數量可能 維持在20隻左右就好 不要再出太多了 這邊用重裝騎士 直接N進去喔 打對方中頭也是特好用 對方落馬也打不贏 雖然重裝騎士有點痛 但也沒關係 本身 CC裡喔 就有這個 減傷的效果 所以常常兵戳到重裝騎士 也沒那麼誇張的痛 所以直接印出重裝騎士 去撵過對手就好 好 MBL這邊出兵的決策非常正確 急兵 重裝騎士 直接把黑打打回了家裡 但是MBL的經濟還沒有收到重創 村民收花132村 裡面有非常多的銀類 在禁道中 防守來說應該是可以拉的回來 那就來看一下下方這邊能不能再打出點東西 這邊金礦處村民也是被射掉了一些 村民數會下降到129 128村 好 後面這個保加利亞的弱馬 跑得很快 而且還有攻速加成喔 抵抗重裝騎士 還有一定的傷害 你看這個 包起來打還是有威力的 就是這樣子 MBL持續深入 這個TC能拿下嗎 這邊少量攻兵 直接打個分線 哇這樣就讓黑牢有點受傷了喔 下面金礦被控 直接斷金 沒有金礦了 黑牢這邊只能打 弱馬狀況下 還能反擊回去嗎 這個銀類如果掉的話 他可能中樞就守不住 很容易打出GG喔 上方這邊也來個箭塔 騷擾流 城樓騷擾 那城樓的話 到底用時代有2250滴血 血量也是非常高 那銀類只有2600 其實跟銀類差不多了 但這個售價 又比銀類更便宜一點 哇這個中頭有做到事情 把這個巨頭給拆掉 那這個銀類是有機會守下了 MBL這邊直接在原地蓋個修道院 直接原地採生物 這邊少量奴兵 弄得黑牢有點心煩 大量村民直接被射死 只剩下109村 但這邊的部隊還是無法解掉 果然沒有繼續除奴兵對不對 真的欸 大概約20隻左右 真的欸 跟我算差不多 哇 那這個就是 希希最好的打法 弩兵20隻 配上級兵 加重裝騎士 再配上少量的峻尼投石機 可以的話 再出一些投石車會比較好 或者弩炮 我覺得弩炮 我覺得中頭比較好啦 弩炮可能不太好 好 那我覺得這一場應該很大幾率 黑藍應該是量掉了 這銀類要蓋起來有點困難的感覺 好 下方這邊強奴射掉非常多村民 其實已經不虧了 這個金也被控 現在只能靠買賣過生活 但買賣也能撐多久呢 對不對 你越買賣經濟越差 會有這個價差出現的問題 好 好 峻尼投石機直接硬生生拔掉這根劍塔 欸 不好意思 剛剛這裡有點 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回放了一下 好 這根橙樓拆掉 直接來先解到這個巨頭 但上方也補下一些疾兵 NBL這邊終於可以拆到對方的銀類 這個銀類拔掉之後就可以長驅直入了 重裝騎士 強奴直接往前 但是還有一個TC在這邊做最後的防守 但這邊有些少量的疾兵過來打 但是NBL已經拿下比賽勝利 黑拉打出了GG 哇 這個NBL後面的戰術打得還不錯 這個橙樓戰術到處分推 然後用這個正面 奴兵加上龍中東騎士疾兵 守住這個戰線 深入敵軍 直接打個三線進攻 這跟城堡直接不離 然後這個金塊也沒有多虧了 黑拉就會有點難受 好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部分是由NBL 拿下了一點木頭的優勢 食物是由保加利亞這邊 因為他剛剛出了一堆大陸 農田剛剛飆到快80片田 至少70片田以上 黃金則是由NBL拿下勝利 黃金差了7000 那這邊五生物 剛剛有賺到一些黃金 但最後他自己的附近 是由NBL拿下來的關係 所以金塊跟石頭都有一些差距 這就是控圖強軍四打贏的一個好處 但我覺得黑拉這邊 前期打得比較不OK的地方是 封建時代吧 那個品種沒有優先上 我覺得蠻虧的 但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那邊是想要先偷上城堡時代 然後自己選擇斷兵 然後純資源上城堡 反正沒有先點這個品種 要是他這邊在打的時候 點品種的話 這一波要是跟對方打得五五開 說不定的話 還可以換到一點東西 讓NBL那一坨封建時代的兵 沒有入侵進來 經濟可能還不會輸這麼長 但沒有辦法 NBL那一坨實在打得太好 平中也下 直接跟對方打一個強軍事 還打贏了 那保加利亞這個文明 就是經濟真的是爛 比西西里還要爛 所以沒有辦法 跟對方拼農很容易就拼輸了 那Trace喔 黑拉中期也是跟 NBL這邊轉動 兩邊都是5TC的狀況下在運轉 那很明顯 黑拉這邊是沒有辦法 轉出比NBL更好的經濟喔 還是會打出一個經濟時代差 轉邊上來說的話 NBL是更有彈性一點點 這個強度也是很快就轉出來了 這個戰況很快就被改變 好那我們就來看經濟 後面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科技方面的話 該點其實都是有點的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要說NBL這裡一個細節 沒有說到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沒有點下這個 第一次十字軍動針吧 如果有點的話 可能會再更好一點 像這邊入侵的時候 突然要臨時補兵啊 你就趕快點下 然後趕快去到處騷擾啊 或是補習中間戰線的兵力喔 會更好一點 而且還可以看著我響 剛黑拉這邊僧侶其實數量也是蠻多的喔 所以點下十字軍動針 我覺得是不虧的啦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